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大肠癌的发病率上升明显要快于全球的平均水平 近十年的发病率从十万分之十六上升到十万分之三十二 发病率翻了一番 2012年恶性肿瘤连续六年成为北京居民的首位死因 肠癌发病率持续增加 跟下面这五个坏习惯直接相关 今天爆炸营养课堂的营养师就跟大家了聊聊 预防肠癌要总改掉五个吃饭坏习惯做起 一 预防肠癌 远离新爱食品世界杯开始的 大家倒夜看球时候 免不了吃些夜宵 而外卖平台发布数据称 开幕式当晚共送出超过二十八万瓶啤酒 和一百五十三万只小龙虾 大家吃得很开心 可是这样吃健康吗 动口味的食物 可以增加人们的胃口 但是往往会使我们吃得更多 其中的盐含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无利于身体健康 调查发现 武汉人平时就喜欢吃口中的食物 患大肠癌的风险相当高 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九左右 二 预防肠癌 远离油腻食品 人们爱吃肉吃天性 恨不得每个都来点肉才合适 但人们普遍存在的问题 是常常控制不住自己 吃的肉过多 就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肉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和蛋白质 如果长期食用这类的饮食 是发生结肠癌的重要因素 此外 也易造成的就是肥胖 经研究证实 肥胖与二型糖尿病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也与多种疾病有联系 三 预防肠癌 多吃一些青菜科学研究发现 如果大量摄取纤维质 少吃点蛋白质 脂肪 大肠癌风险就会下降 反过来 若吃很多肉 脂肪 纤维质摄取量偏低 大肠癌风险就会在短时间快速增加 所以每餐中固定摄入 一定含有粗纤维的蔬菜 就是很有必要的了 四 预防肠癌 远离长期抽烟喝酒 习惯抽烟 喝酒 无需多说 被认为是危害健康 罹患癌症的首要原因 抽烟会长期 持续对机体形成慢性刺激 而饮酒会使消化系统粘膜受损 且酒精的代谢 也会导致消化系统癌症的发生 五 预防肠癌 远离腌制食品 腌制食品 往往为高盐食品 还含有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与肉食中的胺类物质 会合成致癌性强的亚硝胺 故不宜多吃腌制食品 各位朋友 你有吃上述五种食物的习惯吗 你担心过自己的肠胃疾病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说说你的生活故事